接著來做一些題目 第一個是問你碳酸鈉係數何者正確 何者正確 第一個呢 我們說了 溶液一定是電中性的 不會有人是正電 不會有人是負電 所以A是錯的 我們說碳酸鈉的水溶液是弱解 碳酸鈉它現在溶液都是弱解 一個強的弱解 一個弱的弱解 所以B也是錯的 碳酸鈉受解溜成鈉離子 跟碳酸鈉離子不會跟水有作用 它雖然不需要存在石油中 鈉才要儲存在石油裡面 所以C是錯的 所以只有這個對的 碳酸鈉又稱喜離解 所以豬是對的 所以我們答案就選豬 豬問你它的性質 停車站接問 關於這兩個的分別 狀況是keyword 我跟妳講過的重要的keyword 她哪一個是錯的 哪一個是錯的 哪一個是錯的 看抽到的是大帥哥還是大美女 大美女 十號 十號 小老師來 豬 請坐下 碳酸鈉 碳酸鈉 碳酸鈉都會溶於水 都有解離 所以都是電解質 水溶於都是弱碱性 碰到酸都有二氧化碳 但重點不同 碳酸氫鈉受熱會分解 產生二氧化碳 碳酸鈉受熱不會 所以答案選豬 都會二氧化碳是錯的 阿這個要剛才講過的那個死灰岩洞 一個正反應 逆反應之類的 阿現在是說 我的岩洞 那個洞的形成 我想這是可逆反應 一個是形成死灰岩洞 一個是形成中辱石 中辱石 哪一個是死灰岩洞 哪一個死灰岩洞 停車戰戒混 可愛大帥哥 帥哥 帥哥叫做 二七有嗎 二七 二七在誰啊 二七在那個 快要不行的人 多少 五 四 三 二 一 答案 B 請坐下 答案叫做B 碳酸鈣加酸 然後變鈣離子 產生二氧化碳 碳酸鈣就不見了 就形成死灰岩洞 A是我教過的重要反應加熱 加熱 然後C就是澄清死灰水 通入二氧化碳 產生白色沉澱 豬就是生死灰會變成熟死灰 所以我們答案選的就是B OK 下一個 請問你誰的成分跟白人不一樣 誰跟沒有 這你就記 剛剛講過的 那些玩意兒 然後我們講過 一坨拉谷的東西都是碳酸鈣 什麼大理鹽石灰鹽 貝殼啊 邦解石都碳酸鈣 那麼石膏是硫酸鈣 所以他跟白人不一樣 所以答案就選B了 答案就選B了 OK 那請問你 那個 我們受傷了骨折了到醫院呢 打什麼什麼東西 然後那個就是什麼什麼什麼玩意兒 OK 好 就這樣很簡單的小問題 來可愛大美女 有大美女嗎 大美女叫做 12 12號 C請坐 我們到醫院打的叫打石膏 就是硫酸鈣 那個粉其實叫做所謂的燒石膏 就是兩個硫酸鈣一個結晶水 不過你分不清楚也沒有關係 現在已經不重要了 反正就是石膏硫酸鈣 打石膏硫酸鈣 那請問你 我們做麵包 還有我們的滅火器 共同原料 剛剛前面有講過了 共同原料都有誰啦 可愛大帥哥 可愛大帥哥叫做 三十號 五喔 三十 B 請坐下 碳酸鈣鈣叫培用鹼 是烘培用的 是麵包 那剛剛講的滅火器 滅火器 乾粉滅火器 那還有或者以前的酸鹼滅火器裡面 都有碳酸鈣 讓它產生二氧化碳 打到滅火的效果 所以我們答案選的是B 就是很簡單的一些小練習